画面可以看到目前这是在宜兰太平山上的现况 其实现在还是雨市都是一阵一阵的忽大忽小 但是气象局还是针对了宜兰山区还有台中山区 目前是会有豪雨等级的 因为中台马娃其实海上台风警报都还没有解除 尤其它的外围环流都会带来山区有一些豪雨的状况 甚至还有瞬间强震风 因此在宜兰山区一些边坡道路都已经有出现 路数倒塌或者是有边坡滑落的情况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目前山区真的是要尽量避免前往 尤其其实从昨天到现在在宜兰翠峰 已经累积超过300毫米的雨量 而且太平山园区这里的雨量也都还在持续累积当中 预计晚间才有可能会解除马娃的海上台风警报 因此现在尤其在宜兰还有台中山区 甚至在双北地区基隆都还是会有间歇性的大雨 请民众都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是我们掌握道尊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